我在这里正式宣告 那么我要参选台北市长 加油 前台南县长苏焕智 今天上午宣布退党参选台北市长 苏焕智喊出台湾不能再等待 他将走遍各地倾听民众新声 目前的整个台北市的民意的状况 其实也不像大家过去想 其实中间的游里的比例 其实是幅度大幅扣增 我想这个是新的时代的结构 大家对蓝利其实都不是很满意 我认为留在民进党 的确已经很难对台湾社会有所贡献 台湾不能够再等待 人民也不能够再等待 我在这里郑重宣布 退出了已经参加27年的民主进步党 民进党至今尚未推出北市人选 姚文志以及吕秀莲 皆由易角逐台北市长之位 而大家关注的是 苏焕智决定退出参加了27年的民进党 加入北市长的战局 我个人离开民进党 那么跟民进党有没有推人 这倒是反而比较 就是民进党到底有没有推人 这个在我的角度看起来 反而是比较小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这个要退党 因为没有公开讲 只是私底下大概有一些朋友 有大概要讨论过 其实大部分的朋友 其实都是比较不忍心说这样子 党中央其实现在执政之后也很忙 大概也没有时间来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脸书 有偶尔发发一些想法 离开民进党 没有离开台湾的民主运动 而是更进一步的推动台湾民主深化 离开民进党 大家还是朋友 我想我的强项是说 我们积极的想要推一些政策改变台湾 真正落实到人民的照顾 落实到这个城市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我想这个 我认为这是我的强项 我认为这是我的强项